世界上最恐怖的游戏机 这是包括我本来在内 近几年很多玩家都经历过的恐怖事件 Xbox体感 鬼影事件 2010年 Xbox 360问世 通过体感仪检测 玩家们可以在家里玩体感游戏 但是玩过这台机器的玩家 应该都有过这样恐怖的经历 家中明明只有自己一个人 但体感仪 有时会突然检测出屋里另一个人影的存在 显示你的身边还有别人 开始玩家们以为 这只是系统的错误捕捉 但万没想到 有个玩家无聊的跟这个人影打了个招呼 这个人影竟然很容易 2016年 Xbox在无人的屋内 突然扫描出三个人影 玩家最开始以为是系统出错 但是万没想到 这是家中的宠物狗 竟然对着空气疯狂 这段视频一经流出 就引起了网上的热烈 但是游戏商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而是在不久之后停产了一代体感仪 并且至今也没有人可以说明白这起事件的原因 有些人认为 可能是因为光学反射的原因导致了系统的错误 但是这个Xbox一代的体感仪 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国外驱魔师的神器 你能想象到一个职业驱魔师 带着一个Xbox体感仪来到你家 我来帮你看看哪里有鬼 哈哈哈哈